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超世人的想象 意大利的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 疫情严峻程度在过去72小时内直线升温 截至9日清晨为止 意大利境内的确诊死亡人数已达366死 是全球公开死亡数仅次于中国的罪恶疫区 尽管意大利中央政府为了控制疫情 已自8日零时起对意大利北部1600万居民颁布出入封锁令 但全境的恐慌情绪不仅仍在蔓延 北起伦巴底 南至西西里 意大利全国各地的监狱更不断传出因疫情恐慌而起的受刑人暴动 像是米兰城南就出现了挟持预警的人质危机 摩德纳更发生至少三人死亡的监狱火拼 极端复杂与混乱的防疫困境 亦让疫情危机中的社会情绪陷入了高度的不安与迷惘 延伸阅读 文艺复兴与病毒 意大利拉菲尔500年大展艺术防疫的大苦恼 意大利的病毒疫情 自2月21日起于北部的伦巴底大区出现社区感染 起料短短18天内 疫情就全境失控 截至3月9日清晨 武汉肺炎在意大利的确诊总数已达7,375例 已知366人死亡 是当前世界上已知病例总数第三多仅次于中国 南韩死亡数第二高仅次于中国的严重疫区国家 由于意大利北部的疫情 目前仍处在倍数成长的高风险状态 因此在初级的封锁手段无效后 意大利总理孔帝 Giuseppe Conte 7日深夜也签署了紧急命令 自3月8日临时起至4月3日止 意大利将对伦巴底大区以及周遭的感染城市扩大颁布出入封锁令 除非能证明必要性与医疗需求 隔离区的1600万居民 意大利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将不得任意进出自家城市的隔离区 截至3月9日清晨 武汉肺炎在意大利的确诊总数已达7,375例 已知366人死亡 是当前世界上已知病例总数第三多仅次于中国 南韩死亡数第二高仅次于中国的严重疫区国家图 美联社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全国紧急状态 与其低估对手 我们选择了透明公开 并期待以正向勇敢与果决的态度来面对瘟疫的挑战 在签署封锁命令后 总理孔帝也公开表示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避免全境感染 并阻止前线医院被疫情冲垮而崩溃 然而孔帝的封锁吉令于现实中却带来的更多的困惑 因为包括意大利媒体在内 外界第一时间都以为孔帝所颁布的出入限制 是类似中国之与武汉封城的全境封锁 但在8日命令执行的第一天里 除了体育馆、博物馆、大型展览、各级学校、电影院、剧院与滑雪场部的营业外 大部分的商家企业都能继续正常活动 除此之外 意大利政府虽然于一北各地划出了进行出入的封锁隔离区 但大部分的都会地带都没有物理封锁 以轮巴底大区首府 人口超过800万的米兰都会区为例 直到周日深夜 通往全国火车交通依然通行无阻 区内的两大民航机场也都照常起降 丝毫没有关闭的意思 同时意大利外交部更发出了令人困惑的说明 只除了医疗性原因之外 只要有合理的工作与商务原因 各地人士仍能自由进出被隔离区 但相较于尺度宽松且弹性的隔离政策 意大利的预政系统却因为疫情的蔓延而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全国监狱骚乱 根据意大利共和国报的报道 自3月8日开始 意大利各地监狱都出现了强度不等的监狱骚乱 从北部的伦巴底 中部的拉奇奥 到南部的坎帕尼亚与西西里 全疫监狱都发生了与病毒疫情有关的兽型人反抗事件 图为摩德纳监狱暴动的空拍图 图共和报影片截图意大利监狱的防疫抗争 主要分成两大动机 第一会可因防疫需求的全面封锁 第二一北监狱已传出兽型人疫情的不明恐慌 共和国报表示 为了配合总理孔帝颁布的防疫对策 意大利内政部日前已下令全国各地监狱 直到5月31日之前 全面取消受刑人会客 然而相关命令来得极为突然 狱中管制不仅适用全境 直到5月底的限制时间 甚至比一北直到4月3日的隔离管制还要久 同一时间 在意大利北部目前已被列入隔离封锁区的摩德纳监狱 周末就传出狱中有兽型人因不明原因发烧死亡 尽管该名死者目前已在香烟死因 但同步传来的全程封锁与会客禁令 却大大加深了摩德纳监狱中的愤怒与恐慌 于是失控的监狱暴动 遂因此激烈爆发 根据安杀社的报道 8日监狱暴动 似乎也因地区的疫情威胁程度不一 而有不一样的对抗层级 像是在南部的拿坡里与帕勒墨监狱 受刑人就只是丢扔杂物 小程度的破坏餐厅监狱外头聚集了声援家属 呼吁当局应考虑扩大轻罪受刑人的假释许可 甚至是临时性的居家监禁 以避免交叉传染风险扩大 但在一北伦巴底南部的帕维亚监狱 恐慌于狱中疫情爆发的受刑人暴动 却群起暴走挟持两名狱警 直到典狱长与地方检察官出面谈判 并就狱中防疫通报与受刑人就医问题达成共事后 帕维亚暴动者才释放了两名被挟人质 然而在封城且狱中出现至少一人不明原因病死的摩德纳监狱 状况却是极端暴力 共和国报表示发起暴动的受刑人先是强行突破了牢房 并鼓动组织起痊愈抗争 但过程中受刑人之间却爆发了至少三死的死亡斗殴 据传是因为不同派系之间对于该不该发起防疫暴动仪式有所对抗 报道表示摩德纳监狱的受刑人不仅拆掉铁床 以铁棒对抗震报特警 狱中也多处发生火灾 更暴乱伤亡与对抗 直到九日清晨都还在继续 尽管在受刑人容量超额压力爆满的意大利监狱里 时不时就会有骚乱事件的发生 但因防疫理由而全国同步的遇症骚动 却是颇为罕见且令人忧心 一方面这确实显示了意大利社会在瘟疫当下的恐慌气氛 另一方面在参考了中国伊朗的狱中群聚感染案例后 缺乏医疗关注的监狱爆发群聚感染 在从狱内传到狱外社会而全境失控 抗争疫情高度紧绷的意大利 受刑人们的担忧与绝望绝非不无道理 相关意见认为 预证的会客管制令 与正常的意大利监狱